I have a wonderful electronic convention I want you to see It looks something like you Hi 大家好 我是收集攝影師小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E35這個焦段 那Sony for E-mount的四顆可以選擇的鏡頭 那基本上今天就針對 E35這個四顆鏡頭去做比較 那我先分享一下 E35 我的使用經驗好了 往往就是在外拍的時候 然後背景比較混亂 比如說像我現在身後 如果說它是有很多的書架 然後以及很多的線條 它會影響我的主畫面的時候 我會選擇用 E35 會選擇用大光圈 然後去做拍攝 去跟背景去做抽離 那這是我使用的時機 那第二個部分 如果今天要拍標準人像所謂的糖水照 那我只要在一個地方 然後配上一個逆光的環境 搭配 E35 的焦段 配合大光圈 對焦在女生的眼睛身上 那基本上那張照片就可以騙到蠻多的專業工作者 覺得你是一個職業的攝影師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關於手感好了 關於手感我會在意的點 其實不是重量 是它的重心分配 這次車鏡頭來講 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 Sony 這顆 原因是因為它的金屬 它是屬於霧面的 那像 Sigma 這顆它是亮面的 所以它有刮痕相對會比較明顯 加上我以前用 50 Art 的經驗 這個對焦環最後會鬆動 就是蠻明顯的 它就是會脫焦 很快的就會脫焦 那這點在菜絲這顆 在我拍攝的狀態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它很輕 它真的很輕 當你在中長焦135的時候 你只要微提一點 它其實畫面的幅度會很大 你是比較難去控制那個微調 那這樣比起來 我會比較喜歡這兩顆 那這兩顆來講的話 以 Sigma 這支 它對我來又有點過重 它一樣都是 8 2 口徑 它一樣都是 8 2 口徑 可是其實你看 它的對焦環的部分 Sigma 這邊 就比這邊 厚出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以手感來說 這一支的手感算是比較剛好的 而且它中間這一段是 其實口徑沒有到 82 它只有前口徑到 82 那 Sigma 這支是 這整段口徑都是大於 82 那我會推薦大家 如果要選一三五的話 重心會比重量的考量更重要 那我講一下 Sony它近年啊 GM系列它都有兩個 自訂鈕 那我分享一下 我習慣這兩個鈕 我都是用眼控對焦 所以不管是我拍橫的照片 或直的照片 基本上都可以在同樣的位置 習慣我的眼控對焦 所以我只要夠好圖 按眼控對焦 基本上就可以進行拍攝 那再來 對我來說這顆鏡頭 有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這個 對焦距離限制器 那它的範圍是 0.7到2公尺 那 70公分 不要小看這70公分 這70公分差很多 它可以 在某些時候 它可以取代我的微距鏡頭 那 對於我拍人像特寫的時候 我今天要咔很近很近 不管是 頭 切下巴 眼睛對焦的部分 這70公分的對焦距 這很重要 所以當然今天是 70公分大概一步吧 一大步 如果是我跟現在的SIGMA 這顆鏡頭的距離的話 我就可以用這顆的 先調到0.7到2公尺這一段 那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對焦 我敢說非常快速的對焦 是因為 往往啊 你看82口徑 再搭配中場焦段 再搭配大光圈鏡頭 其實 印象中 好像沒有碰到 對焦快速的鏡頭 那這顆鏡頭 它的對焦快速 是在於它 前後的兩個線性馬達 它對焦快速 而且安靜 那等一下外拍實拍的時候 大家可以聽聽看 那個對焦速度 所以為了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低光源的現場 其實經驗中發現就是在這樣子的環境 你要對焦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 不管你是連續對焦或單眼對焦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的表現怎麼樣 其實同樣的環境 你看現在相對昏暗 一來你得到快速的對焦速度 二來你的1.8的光圈跟2.8的光圈 你的安全快門其實就差了一擊 那最重要的是2.8的閃景呈現跟1.8的閃景呈現 不管是空間切割 或者是它圓圈的大小 以及它柔化的效果 其實是完全不同等級的 通常在像這樣微光的環境 我們在對焦的時候 我們會必須要找相對對比比較大 比如說是襯衫跟西服外套的交界處 或者是暗光源裡面的唯一比較亮的地方去對焦 可是我發現它即使是暗中裡面的暗 它的對焦其實也是非常的快的 就即使我是微光的環境 而且對比很低的狀況之下 它一樣可以迅速對焦 不管是遠或者近都是 那Sony E35這次的鏡頭 再來講它的成像 它最大光圈就是可用光圈 這近年啊 近年這兩年我們拿到的鏡頭都有這個特性 我覺得就是最大光圈就是可用光圈 那它1.8 然後像我們往往在用E35 我以前印象中用E35 甚至只要是8.5以上 大光圈 逆光的狀況 後面的樹枝線條比較多的時候 甚至今天襯衫 今天新郎的襯衫它是有直條紋 它的紙邊會非常的嚴重 可是我這幾次修讀下來 我發現它幾乎沒有紙邊 這部分我覺得蠻值得大家去體驗看看的 那它的成像 膠內它非常非常非常的銳利 好 經過一整天的測試 我來做個總結好了 那基本上為什麼今天我會推薦 Sony E35 GM這顆鏡頭 我覺得首先 它是E35 那第二它是直接Fore E-Mount 那它可以直接做使用 而且是G-Max的鏡頭 那它的外觀對我來說 它其實有兩個 變成是有兩個 就定對焦 我們可以做眼控 對我拍攝是很方便的 那就像我剛才講 它有對焦限制尺 以及它的手動跟自動對焦的切換 包含它的重心質感 那我覺得都優於我目前比較了所有鏡頭 所以我選擇它成為我工作的鏡頭 那最後最後最後 不單是它的成像 不管是膠內成像跟膠外樓化的狀態 那微光的對焦 因為它線性馬達的關係 它對焦真的非常快 而且安靜 那最後就是它的畫質 畫質 那這畫質跟它的發射 是我推薦給大家的最主要原因 搭配它非常快速的對焦速度 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薦這顆 Sony E35 GM 1.8